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出大事了 大年三十 小林财经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顺顺利利 今年小林财经是真的是全勤奖 连这个元旦春节大年三十晚上 仍然给大家加班加点一如既往的制作内容 所以真的是请大家不要吝啬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就冲这个工作态度 就值得点赞 今天晚上简简单单给大家讲几条关于春节的最新消息 猛妙大新闻 第一个那就是关于今天可能已经在播放了 就我这个视频公开的时候 央视春晚出大事了 哎呦怎么个情况 我们来瞧瞧看看分析分析啊 一月二十号晚间 突发新闻啊 央视春晚节目单呢 一经发布啊 在墙内引起宣传打布啊 有一个节目 竟然是突然间取消了啊 而且跟这个新冠疫情啊 这个习包包的各种稍作和政策 竟然是联系在一起啊 有网友发现今年春晚没有一个叫李古一的我也不认清楚啊 也不是我这个年代的啊 李古一压轴歌曲啊 叫做《难忘今宵》 我也不知道 可能网友们也不知道啊 表演者少了领唱李古一的字样 他唱什么玩意儿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估计估计 七年后往后的都不知道会不会了解啊 反正广东那边啊 历史以来都是这个春晚收视率是全国最低啊 因为广东一直以来可以看TVB 基本上都看的香港电视台啊 TVB或者是以前还有个ATV嘛 亚洲电台嘛 所以这个对于上面的节目可以讲没有竞争力啊 所以一直在收视是相当相当低的啊 那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介绍一下 就是1983年啊 至今改开放以来啊 连续40年啊 都没有落落下的啊 就是每年最后一个节目呢 就是李古一啊 唱的《难忘今宵》 只有两年 就这么巧啊 历史就这么巧 一年是2012年马上包包要上市了 包包上市的时候呢 《难忘今宵》没有唱 今年包包连练当皇帝也没唱 哎 所以你说巧不巧 巧不巧 呗 那为什么没唱 这个就是个关键啊 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关键 就是今年这个李古一 得了啊 新冠肺炎啊 新冠肺炎啊 央视主持人张哲群啊 在微博上透露 由于刚刚啊 杨康啊 就杨过了啊 身体抱恙的李古一 只能缺席兔年春晚 期盼龙年春晚啊 李古一老师再度畅想 难忘今宵 而且这个看上去还蛮严重啊 1月21号 李古一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哦 就就就今天了啊 那就今天了啊 刚刚最新的才出来回应 就是他他琢磨的嘛 我感觉他能参加 他尽量参加啊 但是到了最后时刻 看来还是参加不了 看来他问题还是比较严重 在医院治病住院的 那大家像他这大腕啊 那那是肯定可以住院的 一般老百姓 呃 医院过道都没有啊 搞不好的啊 但是他能住院啊 但是 也也可以证明他他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啊 参加不了春晚啊 很遗憾啊 这个新冠疫情恢复的比较慢 还在后遗症反应中 这后遗症反应不至于住院啊 那估计是下了功夫 希望怎么样嘛 让他回上去再唱个歌 十分钟 就搞定了 但是也没对付过去 也也没成功 我们意思就最后这个蓝湾军销 还是上不了 这里面的反映出来一个问题 一个啊 中国这个感染的确实是相当严重 之前我很我们也是分析什么院士啊 各方面啊 都得了这个这个这个呃 肺炎都都去了去了去了一百多个啊 什么什么艺术家 科学科学家全去了 看来确实很严重 你看在这里面不是说巧不巧的问题 就是证明他感染的这个面呢 确实很大 就就刚好就碰到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李无一也见了 我看了一下他是79岁啊 不大不小 在中国属于相对也不大不小啊 在日本啊不算太大 那不算大真的 我这不隔壁很多老人家八十八十岁了 打羽毛球啊 八十岁了做龙活 九十岁做龙活的都有 啊 所以你说这个在这个条件这么好啊 这党国的这个脸面 应该是照顾的比较好啊 这个近年79岁得这么重 这个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疫苗 当初也没想到 这为什么给这党国的脸面 为什么不给他 是不是啊 上上个好一点的疫苗 上个辉瑞疫苗啊 让人就就搞成了 而且你说什么特效药怎么就给不上呢 对对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李国一个人身体 不在平时什么特工吃不上啊 像李国一这种 你这是不是啊 你怎么就搞成这样啊 所以也是从这种大概率之前我们说什么赵立坚也吃不上特效药啊 赵立坚也拿不到脆烧药啊 也是看出来的端倪 看来啊 啊 这一波阴阳禁阳呢 在中国确确实实啊 影响是相当大啊 所以在这里也是一个侧面啊 看出来这个影响 嗯 这个包包这一次嘛 算是就就真的是发挥这个中国也得罪不少人 你想想这这这里面李国一这这些院士 他们家里人不恨得牙痒痒的恨这个包包 你因为这老人家每个月 你想想就是这印钞机器啊 不是说什么呢 家有一老肉有一宝 现在很多人就让老人家收入最稳定 那老人家退休 老人家什么院士一个月几万块 你现在做什么公肉啊 对不对啊 你什么体制类都欠薪啊 这都啊 什么什么什么各种都搞成这样 老人家对这些什么什么恶代三代啊 这这这群体是很重要的 这是没少得罪啊 所以包包估计真的 嗯 然后这是第一个新闻 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东西 第二个呢 你看啊 某县 某县 鹤壁啊 荷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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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制度郡吧啊 郡县啊 呃 疫情防控啊 这个指挥部还在 疫情防控指挥部还在 我就感觉这这里面还挺蹊跷的 呃 还有一个就包包那个新年讲话 也说现在疫情正处于吃紧的阶段 我感觉也是蛮奇怪 这个这个这个他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抗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就感觉蛮奇怪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里 你都完全放开的时候 没管控就没疫情 说句不好听 你看全世界 包括英欧美 包括包括日本 包括哪里都好 没管控就没疫情 真的可以这么理解啊 虽然不是很科学 但是从某个侧面可以这么理解 但疫情防控指挥部还在包包 还说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背后呢 就是这玩意有钱赚啊 还在大洒酒精啊 对主城区这个贺币啊 贺币那约二十八三十大连初一 晚上十点十二点 最对主城区绿道城乡 结合部集中物炮集中消杀 还有消杀 你说奇不奇怪 消杀一下可能有回扣 可能有钱有经费 背后的可是不是也不让人聚集 有这么个意思啊 就是到处撒酒精 我看你们怎么上街吧 你看十点到十二点 也就是某程度上的一种戒严啊 有某程度上的戒严啊 也不让什么放烟花 搞什么烟花革面啊 里面也是杀住车 有点这么个意思啊 就一个这还是用这个来管控啊 你看还要关窗 关窗还要不能外出啊 借这个一个怕社会 像这种什么贺币这种的过年很热闹的地方 很多人回去他啊 但是基层政府管不住啊 怕肉出问题 所以就干脆消灾一下 一个可能出于管理社会 另外一个呢 可能是也也是有经费嘛 把这些经费花一下 这政府部门想的问题 我我感觉这样啊 呃 所以这这我也是值得观察 也值得观察啊 所以就究竟这个之后这个疫情管控这方面 现在没怎么提啊 但是我们我们看吧啊 所以说新的一点值得我们关注啊 最后我就想提一下呢 这个白子革命的年轻人们啊 因为毕竟这个 为众人报心啊 这个大连三思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施政民道啊 关心一下啊 啊我不是这些年轻人啊 抛肚头颅撒热血啊 这个白子革命就不 没有今天这个这个什么边境开放 让大家办护照啊 所以呃 值得啊 让全社会 呃 大家呢 有良心啊 关注关注啊 这白子革命 我感觉走向还行啊 大家多关注一点啊 预计他们结果会更好啊 就就是 呃 看到什么杨柳啊 秦子义 林灿啊 林林军等十余人 呃 就取保候胜 就放了 当时我出来也取保候胜 啊 也也 然后一年之内 还要交钱啊 交交三四千块吧 好像是啊 什么酒驾 他们都是这样的啊 出来之后 就就是三四千块 一年 如果没出什么事 到时候退给你啊 然后呢 呃 就就 一年之内 不能犯任何错误 有任何就什么 什么治安管理处罚 或者说出了什么问题呢 呃 那就都会 呃 都都会 就就就你这三四千块 就没有了 就押金 押金不能犯事 差不多这个意思 呃 然后还有李 李源进啊 李思琪 呃都是吕英雄啊 吕 吕中豪杰啊 吕中豪杰啊 还有宰灯心啊 九人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呃 最民流最初的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变成寻衅知识 我感觉这个 也是变轻了一点点 啊 我这么理解 大家有其 有其他看法 比我更加专业的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呃 因为聚众扰乱的 这属于一个组织性的东西 呃 寻衅知识应该来讲 最多最多是半年 最多是半年 所以呃 而且这这些 区保候审也好啊 这些寻衅知识也好呢 呃 也就美国绿卡就到手了 啊 这些联系人你以后就甭想在中国混了 啊 因为因为基本上呃呃呃 什么你考公务员也好 以后看到你履历 曾经呃 参加过这些事情 我感觉以后很难吃得开 啊 在中国啊 而且以后国进民退 这样的话呢 但是反过来讲啊 思维变一下 啊 我建议啊 这些年轻人啊 中国政府也是放他们一条生路 他们能够啊 拿到美国绿卡啊 直接就没这这个什么行政拘留啊 拘留了十几天啊 区保候审出来 这就美国绿卡就到手了 妥妥的被迫害 国际都在关注 这个事情嘛 我感觉包包也有可能的 他是除非他疯了啊 也不排除这个包包突然间就疯起来啊 所以这这也需要社会关注 只要他没疯啊 现在因为他也想跟美国搞重新搞好关系 想跟日本重新搞好关系 这个时候需要轻轻放下 因为我整个国际的 而且你你这个疫情管控政策的转变 也没有很充分的理由 继续把这些人判得很重啊 所以这些人搞不好 可能会有一个还是比较好的结果吧 就是这是历史的偶然线 也是这么希望啊 大连山时代要祝福一下这些年轻人 也是关注也祝福 然后希望他们就美国绿卡到手 在美国重新打造一片自己新的天地 反正这个思路也是去举白纸的 对不对啊 我估计这些年轻人也待不住了 在中国是吧 中国这边主要是中国这边放这边放人 哈哈 但你也不可能判太长 是吧 这这些 如果是寻衅知识的话 最多败量 希望就是细胞子不要发疯吧 也就这样啊 所以整个国际也在关注啊 所以这个大连山是一个讲讲这些年轻人 另外一方面也是给大家也是开开玩笑 反正打过年的啊 也就这样了 祝大家发现小伙伴们啊 这个心里一点身体健康 万事顺利啊 先说这些啊 觉得有点意思 点到这些分享 拜拜